嘴裡嚷嚷著歌詞 民進黨政國會中常委陳茂松 講的或許是心情 外頭愈紛紛 可欣更寒 林佳龍是不是值得 可以去安排一個地方 好好發揮 今天來做行政院長 吃得比較香 一下子為林佳龍討位置 你看隨便一個年輕人 你講不出秘書 我當副秘書長 他在當秘書長 當過董事長 還在做長的總經理 一下子又替江離開天下 第一大步回歸黨務 當秘書長的林佳昌抱不平 外界認為當過代理黨主席的 林佳昌當秘書長是降級 陳茂松南藏不滿 你敢有跟主席說 他會給人家講嗎 他會給人家講嗎 他退了 心潮流禁了 暗酸賴清德 內閣獨厚心細 可黨內終身在遺珠 還包含鄭文燦 看看他們過去2024大選 林佳昌 基隆 鄭文燦 桃園 都撩落去到本命區 全新輔選 林佳龍也全台跑透透 三人在中央時對地方的關照 不在話下 若這回內閣紛紛落馬 黨內勢必湧現雜音 也許未來在下一次的大選 他們有更艱困的任務 需要他們去開拓努力 先承全一下 賴系立委這番話埋下伏筆 尤其鄭文燦近日新北行程 跑得勤 傳出有意參選2026新北市長 可新北又是蘇系大本營 從蘇貞昌手把手布局 女兒蘇小慧要挑戰大衛的風聲 地方早有默契 鄭文燦若殺出來 辛系和蘇系恐怕難躲一戰 我尊敬的學長 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會來 還會有更大更好的場域 能否光復全台最大票倉 綠營2026新北市長這一仗 似乎免不了派系廝殺 繼續林秀瑞 我猜不到了